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玉兰 首先带来关心清明节是华人扫墓记组,慎重追缘的传统时节 花莲县政府在清明节仍然会续办返乡专车 让外县市的花莲县名能够顺利返乡记组 花莲县政府清明返乡专车共有两个列次火车 火车返乡时间是3月31号晚上7点 返乡时间是4月5号下午2点52分 花莲站发车直打台北站 这次在花莲到玉里区间提供了区间车接驳南下或北上 让南区民众返乡更为方便 而达乘接驳车,民众需要出示专车乘车证即可转称 解决连续假期一票难求 花莲县政府特别提供了返乡的专车 我们特别安排现在最新的EU3000的列车来服务大家 那是从台北回来是3月31号回程是4月5号 而且每一张票呢全票才200元 那目前呢还有一些的空位 那各位乡亲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都可以在上班的时间到花莲县政府民政处的柜台 就可以直接购票 欢迎大家踊跃来参与 专车为实名制县本人搭乘 逼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 乘车证上登载乘车人姓名及身份证字号 接其民众取票及搭乘的时候 接触是所有乘车人身份证明文件 亲民联系假期反向配合台铁防疫政策 另外相信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将密闭视空间请多洗手保护自己 防防病毒感染 记得继续关注资料